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做两个因子的试验 那为什么不做两次单因子的试验呢 我做两因子的试验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要做两因子的试验 看起来好像蛮蓝的样子 那么我麻烦一点 我就做两次单因子的试验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做两因子的试验有什么好处呢 好 你看 假设 假设我们要来做的时候 我们把它弄简单一点 不要这么多level 例如说 我要知道肥料跟品种 对产量的影响的时候 比如说肥料的这个因子 我做一次单因子的试验的话 我肥料是怎么样 有AB两个肥料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边要做几个 个数 然后呢 我这边要做重复 那你知道 我们假如是 N越多的时候 是怎么样 the type to arrow 可能会越小 对不对 就是这样 replication 然后越多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 跟我们做 两个试验的时候 做一个负因子试验 就是 Pertilizer 跟什么 有AB 两个 还有呢 variety 有甲乙 两个 好 总共有四个 这样子的 这个 treatment level 对不对 假设 这个 这个画得很不平均 并不表示它不平均 好 假设是这样 好 假设 所以有四个 对不对 A甲A乙 B甲B乙 对不对 所以A甲A乙 B甲B乙 有四个 treatment level 对不对 每一个treatment level 重复 假如我们重复 有N个 这里有N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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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是两因子的试验 素因子试验 是这样 这是两个 单因子试验 好 这个素因子试验的话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我要来看 这个 A跟B 这两个 肥料之间 有没有差异的时候 我用的N是多少 这边是两个N 这边也是两个N 对不对 没有 我用这个的平均值 跟这个的平均值 来比较 那我假如要看 假的跟乙的品种 什么不一样的话 我是不是用这个的平均 跟这个的平均 来看 所以呢 我这个也有2N 有2N 我在比较品种的时候 每一种品种也有2N个 这个也有2N个 对不对 好 假如我都要是在比较的时候 每一个肥料之间的比较 每一个Treatment有2N2N 这个也有2N2N的时候 我这边用2N来做的时候 这个也用2N来做 对不对 所以我跟它一样多的个数的时候 我假如做这样做两次的时候 我要多少个个体来做 我要多少 8N个来做 而不是这边只有多少 4N个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 它就是 是你在整个的材料上 会比较节省 你只要4N个 这边要8N个 才可以达到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的第一个好处 是这个 它比较省你的材料 第二个好处 才是真正critical 是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好 假设 你现在在做 这个 这个 负因子试验的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什么 interaction 在负因子试验里面 你可以知道 interaction的效应 什么interaction的效应 两个因子之间 有没有interaction的效应 所以 两个因子 所谓interaction 是指 两个因子之间 有没有interaction 这个名词 以前出现过 对不对 什么时候 RPD的时候 出现过 对不对 RPD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是什么 它的block 跟treatment之间 是没有interaction的 好 所以我今天一边 在讲两个因子的时候 请你一边要去比较 回想一下 要去比较 为什么我这边 可以做interaction 在RPD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 去算出来interaction 而是要假设说 它的block 跟treatment之间 是没有interaction的 请你要去比较 这个 我们之后 讲完了以后 回过来 会问你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讲下去 在复因子试验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它有没有interaction的存在 那这个所谓 有没有interaction 是指着 这个肥料跟这个品种 也就是说 你两个因子之间 有没有interaction 什么样叫做有interaction 假设 是这样 比如说 我是品种 是甲种的时候 假的这个品种的时候 我两个肥料 有一个是A 有一个是B 对不对 这个呢 永远放 中轴永远放我的反应 比如说是产量 是多少 这里面的Y Y的意思 它的产量 永远放在中轴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A 假的因子 是Vertilizer 这个因子的 然后我就把乙的因子 分成为它的label来看 比如说这是 假的品种的时候 我看到的它的反应是 B的肥料比A的肥料要好 所以是这样的趋势 假如假的这个的话 是看到B的比A的好 然后呢 我假如去看到乙的品种的时候 我看起来反而是倒过来的 这是乙的品种的时候 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怎么样子 表示说怎么样子呢 我的这个肥料的 哪一个肥料是比较好的 是受到我怎么样子 不同的品种 会反应不一样 对不对 假的品种的话 这样子的话来看是 B肥料比较好 以的品种的话是 A肥料比较好 这就表示说什么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肥料跟品种之间 是有interaction的 了解吗 这样就是肥料跟品种之间 是有interaction的 会互相 会干扰的意思 这个interaction 会干扰的意思 表示说 肥料的效應呢,會受到你是哪一種品種來干擾它 那什麼叫做沒有intellect? 你知道正的的話,你要知道另外一方面的話 那你就更了解什麼叫做有intellect 什麼叫做沒有intellect? 假設我的假的品種是這樣的的話 那我的乙的品種譬如說也是這樣 也是B比較好,比A的還要好 這樣子的話就叫做沒有interaction 知道嗎? 也就是說什麼呢? 不管我是假或乙的品種 我永遠都是B的肥料比A的肥料要來得好 也就是說你畫起來它是平行的 也就是說它一定要同一條線嗎?沒有喔 沒有說它同樣在同一條線上 它可以是不一樣一條線,但是這個線是平行的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說它的反應的趨勢是相同的 了解嗎? 這樣叫做沒有interaction 這兩個之間沒有interaction 那這個我說沒有要畫在同一條線 這什麼意思? 它兩個差距是可以存在的 這個表示什麼? 我乙的品種比假的品種來得好 好這麼多 反應高這麼多 然後在B肥料的時候 乙的品種比假的品種好這麼多 在A肥料的時候也是一樣 乙的品種比假的品種好 而且好這麼多是一樣的 了解嗎? 然後呢 你假如要看說是這個 所以這是乙比假的品種要來得好 那肥料B跟A來比的時候是怎麼樣? 同樣在假肥料的時候 在A是這麼高 在B是這麼高 所以B肥料比A肥料好了這麼多 對不對? 沒有問題吧 那你假如對乙來講的時候 乙這個品種來講的話 A肥料是這麼高 B肥料是這麼高 兩個差異也是一樣 這一個大小跟這個一樣 這樣叫做沒有interaction 知道嗎? 也就是說 永遠是B肥料比A肥料好 不管它是哪個品種 永遠是乙的品種比假的品種好 不管它是哪個肥料 要看 了解嗎? 這樣叫做是什麼? 肥料的效應不會受到你是哪個品種的影響 而有所不一樣 品種的效應也不會因為你肥料是哪一種肥料 然後被干擾到 所以出來的效應不一樣 要看 了解嗎? 這樣叫做什麼? 肥料跟品種之間沒有interaction 是這樣的意思 了解嗎? 所以所謂沒有interaction跟有interaction 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的負因子試驗 有一個最大的一個功效是什麼? 它可以測得出來說 這兩個因子之間有沒有interaction 知道嗎? 有沒有interaction? 所以在做負因子試驗的時候 要做anova table要測試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做到它的anova table 有是什麼? 有兩個因子 Fertilizer的因子 還有是什麼? Variety的因子 還有interaction interaction我們通常是講 把這兩個相乘起來 這樣叫做interaction 這樣子來表示interaction 然後呢 還有arrow 還有total 我們等一下會做出來它的anova table 有這幾個social variation ok? 對不起 這個是social variation 有這些 有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叫什麼? 原來的兩個因子的效應 我們叫做man effect 主要效應 然後這個叫做interaction 的效應 知道嗎? 所以我們到時候要做出來的 要做什麼? 它的sum square degree of freedom ms 還有f 所以要來test什麼? 這個肥料的效應 是不是顯著呢? variety的效應 是不是顯著呢? interaction的效應 是不是顯著呢? test這三個 但是請你記住這樣的順序 什麼樣的順序呢? 請你一定先看這個 interaction 是不是顯著? 第一步 第一步 你要去看的 你不要一弄出來了以後 我們通常都把這個man effect 主要效應寫在前面 interaction寫在它的下面 然後在arrow 再total 這是我們一般寫的 從上到下的順序 但是你看的時候 眼睛看的時候 不要也是這樣從上到下 這樣看下來 這兩個man effect 請你先不要看 先要看誰呢? 看這個 interaction的效應 顯著嗎? 先去檢查interaction 是不是顯著? 先去檢查這個 為什麼呢? 這一個假如不顯著的時候 不顯著的時候 才表示什麼? 這個沒有interaction 所以你再來看它的什麼? 它的man effect 才是有效的 如果不significant的時候 才看它的man effect 知道嗎? 再來看第二步 再去看man effect 了解嗎? 再來看這個 才是有意義的 假如 假如 你第一步要去檢查這個 對不對? 如果你檢查出來了 這一個是significant interaction significant 表示說什麼? 表示說類似像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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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A到B 有一個是怎麼樣子呢? 有一個是這樣子的 假設是這樣 這個是什麼? 譬如說這個是假的 variety 這是e的 variety 這樣叫做 interaction顯著 對不對? 好 interaction顯著的時候 你假如是類似這樣的數據的話 很可能出來 這邊是怎麼樣? 不顯著的 不顯著 為什麼不顯著? 在A飼料之下的平均 是多少在這裡 B飼料的平均在這裡 因為兩個是這樣的 所以是不顯著的 在假飼料的下面 是這兩個的平均 跟乙飼料的平均 也不顯著 所以這兩個很可能 都是不顯著 但是是真的 飼料沒有影響 不是 肥料沒有影響 品種也沒有影響 不是吧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造成 它看起來 好像沒影響的結果 是因為它有interaction 才變成是這樣 所以呢 當這裡有interaction的時候 你再去看這個 已經就是不準了 對不對? 所以 這裡有interaction的時候 雖然你前面已經很麻煩了 做了很多的計算 也很辛苦 很努力地把它做出來 但是這個呢 不可信 不要再相信它 不管這裡有沒有顯著 都不是你要看的 要怎麼辦呢? 它既然會干擾它 那你只好怎麼辦? 回來看它的單因子 什麼叫單因子呢? 什麼樣子? 就是 我就來看 好 在假的 我假如要知道說 哪一個肥料比較好的時候 那我就把它分開來看 我把這兩個品種分開來 我在假品種的時候 做了一個anova one wayanova 看了它的one way 可以嗎? 這是不是one way 只有假品種 然後我這邊有AB兩個肥料 還有NN 我可不可以做one way 好 乙品種呢 再做一個one way 所以我就知道說 在假品種的時候 哪一種肥料比較好 在乙品種的時候 哪一種肥料比較好 了解嗎? 那你假如要知道說 哪一種品種比較好 因為它會受肥料的影響 所以你就另外再做兩個one way 一個是這樣的one way 是什麼? 我在A肥料之下 我去看哪一個品種比較好 一個one way 然後呢 我在B肥料之下 我再去做一個one way 所以我已經怎麼樣 我不看這個manifact了 我這個interaction顯著了以後 我把這一個2 way的實驗 拆開成為四個one way去看 可以嗎? 可以嗎? 那你就說 老師這樣好煩 它不是叫做很煩 它叫做什麼? 讓你真正的去找出來 你最好的條件是什麼東西 你想想看 這表示說什麼樣子 你有可能啊 對不對? 這種事情尤其是在什麼? 這種現象 尤其是在生物上面最容易反應 最容易發生的 有沒有可能? 假的品種就是要用B的肥料才會比較好 那乙的品種就是要用A的肥料比較好 反正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你要怎麼選擇? 了解嗎? 所以 這樣的interaction 你說老師 interaction這樣很麻煩 但是生物本身就是這樣的表現 或是有很多的物質的現象就是這樣的表現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透過這樣的試驗 你才可以找出它有沒有interaction 假如interaction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找出是最適合的一個條件 來得到你所要的東西 了解嗎? 譬如說 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假如要用這個假的品種的時候 我就要用B肥料 用乙的品種我就要用A肥料 但是呢 我到底是用假品種還是乙品種呢? A肥料、B肥料 那你還有其他的因素你會考慮 一看起來 假品種的B肥料跟乙品種的A肥料 好像差不多一樣 那你就開始考慮其他的因子 譬如說 假品種比乙品種貴很多 那我是不是就用乙品種來做 它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應 那肥料呢 這兩個差不多的 換成這樣 那假如呢 這兩個品種差不多一樣價錢 然後呢 也不太會得病 不會生病 好多都長得很好 但是呢 這個肥料 你會知道 A跟B比起來是怎麼樣 A肥料貴很多 B肥料比較便宜 那我就趕快選了 假品種啊 用B肥料它的效應一樣好啊 它又便宜 這樣了解嗎? 所以還有其他的 這些考量不管你加進來 這樣子 然後讓你做一個最好的一個選擇 OK 所以 Interaction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得出來的時候 在anova的時候 不要忘了這一個 這一個 檢查的 這一個 方式 所以要這樣子做 先檢查這一個 它假如顯著的話 這兩個就不能看 回來把它分成 幾個不同的 那 那 假如這個 不顯著的話 這個 Man Effect的效應 才是有意義的 所以 這裡出來的 F-Test 顯著不顯著 你才可以看 可以嗎? 可以的的話 所以 這個process 是非常重要的 那 我們接下來 就談一下 那 怎麼樣去算呢? 看起來有一點複雜 其實也還好 假如我們前面的 這個原則 去算的 這些SS 的方式 你都會做的 的話 只有一點點 小小的不一樣而已 為什麼? 只有 Interaction 你不會算而已 其他你都會算 所以 我們最重要的 把Interaction 的那個sum square 學會了 其他就會算 OK 好 為了要讓大家 教大家怎麼算 所以 我們 舉個實際上的數據 把它寫出來 好不好? 好 假設 我們現在有 我們把數據寫這邊好了 這個表 你要畫大一點 譬如說有兩個因子 有一個叫A因子 一個叫B因子 好不好? 那A呢 有四個level 叫A1 A2 A3 A4 四個level 那A level 的個數呢 我們叫P P等於四個的意思 就是 A因子有四個level 然後B因子呢 有三個level 所以呢 B1 B2 B3 B因子 B因子 我們的level 我們叫做Q 所以 Q等於三 好 那A因子有四個 B因子有三個的話 總共的Treatment Level 有幾個? 有十二個 四乘三 有十二個 組合的Treatment Level 對不對? 每一個Treatment Level 之下 一定要有重複 所以呢 我把它弄出來 總共 我把它畫一畫 有幾個level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是什麼樣? 這一個就是A1、B1的level 這一個裡面就是A1、B2 這個裡面就A1、B3 這個裡面就A2、B1等等 有十二個level 每一個裡面要有重複 重複replication叫做N 這重複跟我們前面用的一樣 假如我們這邊呢 的N是等於2 OK 然後呢 重複了以後呢 我們得到的反應 把它寫出來 Response 所以會有兩個重複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N是等於2 所以N寫在這裡 有兩個重複 五、九、十、十、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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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比較容易看 這樣子 OK 所以你就有這些數據在這裡 OK 那 剛剛講 這一個 Ceuterman level 組合了以後 有十二個 對不對? 每一個的這個呢 叫做一個cell 一個細胞 一個cell 這樣叫一個cell 所以總共有幾個cell 十二個cell 因為細胞是最小的一個單位 所以就一個一個單位 叫一個一個cell 所以總共有十二個cell 在這裡的意思 好 然後基本的數據在這裡 那 這每一個數值 我們叫做Y,I,Z,K Y,I,Z,K 這個K是代表重複N有幾個 然後Z是代表B的Label有幾個 然後這一個 這個 第一個I的話是代表A的Label 所以這一個數值叫做Y11 這個叫Y112 5的話就叫Y111 9的話叫Y112 這個呢叫Y121 Y122 這樣懂不懂 它的數號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這樣基本的東西了以後呢 我可以把這個擦掉嗎 因為太多東西了的話 會有一點阻擋 好 所以首先的話 你可以把每一個cell的total 把它加起來 好不好 每一個cell把它加起來 用一個不同的顏色 5加9等於14 這個 22 24 8 8 20 10 4 4 4 6 6 18 這是cell total 每一個cell的總和 然後呢 你可以開始把這個A1 A2 A3 A4的總和 把它加起來 這個叫做TA TA點點的意思 然後 另外 我們原來的話 我們原來的話 在Wanwell NOVA這邊 是叫Treatment的total 因為有AB的不一樣 我們這邊就用A A的total呢 是把這三個加起來 或是等於這六個數字都加起來 這樣 了解嗎 TA的話 是多少呢 走出來 就60 把這個加起來 36 18 30 然後全部反而加起來 還是叫 原total叫 144 OK 然後這邊呢 也可以得到TB 對不對 B是怎麼樣 我要看B1 B2 B3 之間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我先把他的total 算出來 也就是說 這些數字 59 44 13 24 全部加起來 或是相當於這幾個 橘色的 橘色的 sale total 把它加起來 TB呢 是說 32 40 72 那這個加起來 也一樣 Gran total 一樣 144 所以這個基本的 把它做好了以後呢 那其實你要看的是什麼 你的YA bar 就是 這邊的 YB bar 是這樣 然後你原來應該有Y bar 那這裡面呢 的 東西呢 這裡一個的 sale的平均值 叫做 Y bar 假如用平均來看的時候 記住啊 這邊只有上面一槓的 叫做sale的平均 總平均叫y bar 那每一個的treatment的平均呢 叫做y a bar 這邊的叫做y b bar 你可以把它除出來 瞭解嗎 所以這個model其實要來做的是什麼東西呢 他要做的是這樣 y i z k 等於 μ加 r化 i 加 β 加 r化 β i z 加 e i z k 的意思 這是什麼東西 我的每一個觀測值 y i z k 它其實是有一個總平均值 加上r化 i是什麼 a的這一個treatment a的這個因子的treatment的效應 a1 a2 a3 a4的treatment的效應 那β呢 是什麼 b因子的效應 每一個有三個不同的 類裏的b因子的效應 r化β是什麼 ab因子的interaction的效應 剩下來就是r 那這是它的model 這樣子的一個model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用我們的數據去配合來估計它呢 就是我們的y i z k 其實是等於什麼 y bar bar加上什麼 什麼 r化i我們用什麼樣來估計它 r化i是 a因子的效應就是 y a 減掉y bar bar ok 就是我這邊的平均值 跟y bar bar之間的差異有多少 好 這個 這個 是不是跟我們原來的one way anova是很相像的呢 那b因子的效應是什麼呢 所以這個呢 就是來估計什麼 r化i的 可以嗎 那b因子的效應是怎麼樣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 你把它這樣子 轉90度過來 這個也像是one way anova這樣 這個 我們看它的total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y b bar之間的差異有多少 所以就是 這個 這個呢 是來估計誰的呢 是來估計 這個 b因子的效應 β 還有一個比較困難的 你沒有 我們沒有做過的是 ab因子的interaction 是什麼東西呢 是用這樣 y減掉 y a減掉 這個只有一道 減掉 y b 加上y bar bar 這個是interaction OK 這個是來估計我們的interaction 這個我們等一下 再來把它做一個 比較 這個 講期的著名 然後 最後還有一個 random error 我們寫到這裡 random error 其實是什麼 在同一個treatment下面 它有所不同 是來算random error 同一個treatment是什麼 這個 對不對 這是不是在同一個treatment 最小的sale之內的這個 這個 重複的數值 它為什麼不同呢 那這個就代表的 random error 所以呢 它其實 它就是來什麼 y i z k 減掉 y bar 這個是來估計 random error random error的平均是這個 y bar 它每一個數值 減掉它的 這個是來估計 random error 這樣可以嗎 那 這樣子 弄起來的話 是左右 是相等的 數學式 左右是相等 這一個呢 其實是 怎麼樣得來的 這個interaction 這個interaction 其實是什麼樣子呢 y bar 減掉 y bar bar 的以後 然後減掉 呢 A的效應 A的效應是這樣的 對不對 然後減掉 B的效應 這樣子 出來就是它 你看看 你把它消掉了 這以後就是它 這個 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 我的sale的 sale的變異 然後減掉A的效應 減掉B的效應 以後出來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 假如等於0的時候 就是 表示說 他們沒有interaction 等一下 我們先把它 計算完 我們有時間 再來做這方面的 更詳細的說明一下 我們先來看 所以呢 我們就要把 s total分做什麼 分做這幾個部分 A的效應 B的效應 interaction 還有error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什麼呢 我們要來做 是什麼東西呢 s total 等於 s a 加上 s b 加上 s a b 加上 s l OK 了解嗎 所以要把這幾個 算出來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幾個 這五個 這五個 一二三四五 把它算出來 然後得到這個anova table 怎麼樣來算呢 來看一下 你這個實際的數據在這裡 然後follow我們以前的做法 其實是很容易就可以算得出來了 首先呢 我們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要算那幾個 所以s s a 等於什麼 也要比較這些ya bar 跟y bar之間的 y bar bar之間的便宜 然後我們現在用ta 跟grantotal之間的差異 那所以呢 我們要比較這個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有ta的平方 跟誰的grantotal之間的差異 可以嗎 看起來就很像 one wayanova的做法 對不對 每一個ta 有幾個數值給你呢 處理多少 有幾個 這裡面 n個 n等於2 還有呢 有q個level 所以n乘上q 這是什麼 2乘上3 有6個 每一個ta 是不是6個數值來的 所以是乘上n乘上q 有多少個ta呢 把它 到p個 全部加起來 好嗎 後面呢 grantotal有幾個數值 加起來 加起來 變成grantotal 變成grantotal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一個grantotal 所以不用summation 就是這樣 好 我們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它的算法是怎麼樣 得到的是什麼 每一個ta 每一個ta 是60 60的平方 加上 是什麼 36的平方 加上 什麼 18的平方 加上 30的平方 圖上 這每一個數值 都有幾個數值來的 2乘3 有6個數值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nq n是2 q是3 23的6 減掉後面的grantotal grantotal grantotal是多少 144 144的平方 這個grantotal是有幾個數值加起來 變成grantotal 那麼多個數值 那麼多個數值 有多少 2乘上多少 p有4個 q有3個 這樣可以嗎 就跟我們原來的one-wayenova 非常的像的 這樣出來的數值是多少 156 沒有問題 好 SSB你也會做 很簡單 對不對 你怎麼樣子呢 你想說 我這樣直直的會算 橫的我就不會 那橫的跟直的就差90度而已 所以呢 你只要把橫的 這樣子翻個90度 就變直的了 所以就這樣子看 好 出來的total是這樣 了解嗎 好 所以呢 好 tb的平方 跟grantotal之間的差異 每一個tb是有幾個數值來的 np的數值來的 然後有多少個tb全部把它加起來 j從1到q個 然後grantotal也是np的數值來的 除以這樣就好了 沒問題吧 就造成我們的one-wayenova的公式 好 所以把它算出來 tb是多少 每一個是這個 32的平方 加上多少 40的平方 加72的平方 每一個這個32這個數值 是有幾個數目字加起來的 12345678 八個 就是我有 n是兩個 p是四個 所以成立八個 得出來是八個 後面呢 grantotal這邊是一模一樣的 144的平方 2乘4乘3 得出來 它的數值叫做多少呢 112 好 你還有很會算的是什麼 ss total ss total 是算所有的yizk的變異 所以是什麼 最小的數值 跟總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有這個時候 用total來算的話 就最小的數值 跟grantotal之間的差異 所以是怎麼樣呢 跟誰呢 grantotal之間的差異 沒有問題吧 還是跟以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 5的平方 yizk的平方 5的平方 加9的平方 加10的平方 加12的平方 一直加加加加加到最後一個 這個 4的平方 這是前面的yizk平方 5的平方 加9的平方 加中 多多多 加最後一個 10的平方 總共有幾個數值呢 有多少 24個數值 好 後面的這個 greattotal 就是一樣的 得出來的這個 sstotal 看看 328 好 你還有一個 sserror 你也會算 error 是什麼意思呢 error 是我在同一個treatment之下 的重複 它出來的差異 叫做error 對不對 同樣的一個處理之下 然後它為什麼是不同的數字呢 那個不同呢 就叫做random error 所以 同一個是什麼 一個sale裡面 之下的這個 5跟9 10跟12 12跟12 你假如要算的話 你有一個方式是什麼 我每一個sale 減掉它的平方 5減掉7 加上 多少 9 減7 你可以這樣算 對不對 第一個sale 是這樣子 加上 第二個是多少 10 減11 加上 12 減11 這樣子 一直算 每個sale這樣算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這樣算 但是 也是用我們這種total的方式來算 所以變成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 YIZK的平方 減掉誰 YBARD 減掉YBARD的話 減掉誰 YBARD YBARD 這個total 我們沒有給它一個名字 假如我們要給它一個total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好不好 t 不然我們叫做tab好了 total 這個 t 這個 這個 t的平方 然後所有的 加起來 每一個t的平方 是兩個 出來的 你也可以這樣做 了解嗎? 好,所以這個你也可以算得出來 SSR,就靠定義來的意思 所以算出來的話是多少? 36 好,你說,喔,好,不容易,快解決完了 這個有五個已經算出四個 然後這五個加起來是有關係的 所以另外一個用code也可以 對不對? SSAB怎麼辦呢? SSAB怎麼辦? 你可以用code 減掉SSA 減掉SSB 減掉SSL 一部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部呢,我就直接算可以嗎? 來,可以直接算喔 SSAB要來算的時候呢 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減掉SSCELL 然後減掉SSA 減掉SSB OK 什麼叫做SSCELL? 就是我在這個CELL裡面的SUMBLE SQUARE 然後呢,再減掉這個 上面已經算的這個SSA、SSB 那我的SSCELL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剛剛算的這個 我們用的這個 像是什麼? SSCELL的話是什麼? 它的TOTAL喔 是什麼? 14的平方 加上多少? 22的平方 加上什麼? 24的平方 一直加 這個 2 減掉 GRAND TOTAL 一直加 加到哪裡? 加到18的平方 這是SSA的TOTAL GRAND TOTAL是多少? 144的平方 2乘4乘3 這個就是SSCELL 然後減掉我上面講的SSA 也減掉SSB OK 那這樣得出來的時候 就是多少呢? 把它算出來 就得到的是 24 OK 好 那目前為止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這些SSA SSA SSA 所以我們要填到我們的 ALOVA Cable裡面去 做什麼呢? DOSAL VARIATION 有什麼東西呢? 有A 因子 B因子 這兩個都叫做Main Effect 對不對? 主要的效應 還有呢 AB的Interaction 還有 R 還有 TOTAL 然後呢 它的SUMBLE SQUARE是多少? 這個就是填SSA 填SSB SSAB 所以我們就把它填過來 這是多少? 156 B呢 是多少? 112 Interaction呢 是叫做24 R 呢 R R 叫做36 HOT 呢 叫做328 應該是這些加起來等於它的 好 沒有的話 就算錯了 OK Degrior Freedom呢 來 看一下Degrior Freedom Degrior Freedom Degrior Freedom呢 4-1 是3 3 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的 A的因子 P-1 叫做3 好 D的因子呢 有幾個level? 兩個level 有三個level 所以3-1 變2 所以這個 2怎麼來的? 是Q-1 OK 那 AB的interaction呢 就把這兩個相長 變成6 就是我們的什麼? P-1乘上Q-1 等於6 那 R呢 是什麼樣子? 每一個seal裡面 有N個 N-1 然後乘上 有 P Q個seal 可以 是多少? 2-1 N是2嘛 2-1 乘上 4乘3 所以有12個 OK 所以它等於12 那total呢 怎麼算呢? 總共有Npq的 數值 對不對 減掉一個 減掉一個 這個level freedom 就是那個 Y88 所以是多少? 4乘3 等於12 再乘2 24-1 是23 好 個別算出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到 那個加起來 是等於23 上面四個level freedom 加起來 等於 SS total 所以你就可以 我們到這裡 就可以算 MS的 rate SS 3 degree of freedom 以後 就把它算出來 然後接下來 就算到這裡 14個 算到這裡 F-test呢 要做之前呢 X 燒安物照 我們要有一個 新的東西要交 交了以後 才可以去做這個F-test 我們下禮拜再做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做完了F-test以後 再次提醒大家 要去看的 看誰 我們會做這三個F-test 對不對 這一個要先看 它要顯著的話 這兩個就不要去看了 它不顯著的話 再來看這兩個 是不是 significant 再過結論 類似這樣 那 這個是在 測試什麼 這個是在 MuA 是不是等 A1 是不是等 MuA2 就是等 MuA3 是不是等 MuA4 MuA4 這四個A的level 有沒有相同 第二個是在 Test MuB1 是不是等 MuB2 就是等 MuB3 在Test 這個東西 跟以前講的 到這裡 以後 後面 怎麼樣 去做 Test 基本上 要去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先去求EMF 就是這些 MuA2的期望值 是多少 這個東西 跟以前講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 要花一點時間 來教大家